本来以为和大海次的八卦炒作消停了以后 这王小飞就不会再有是非了 可是没过几天 跟张颖颖颖的炒作就开始了 而且大有搞连续剧没完没两的架势 当然很多人就认为 这是在炒作张蓝的直播带货产品 毕竟疫情之后做直播产品 如果说没有这些噱头是很难有流量的 可谓是开创了一个连续剧式的 营销传播的新模式 但是我也看到另外一些说法 就觉得这王小飞是个问题人物 婚恋争议过多了 你看先是跟张颖颖 接着跟大S 现在又跟张颖颖 而且都闹得这么难看 有些事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 所以说由此就证明 他是一个胎里坏的男人 关于这个汪小飞跟张颖 是否能用八卦新闻的方式来炒作带货产品 这个在前不久的一个视频当中 我已经说过了 我是极其不赞成的 这种炒作的确会带着一定的关注度 流量甚至销量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 不亚于饮阵止渴 至于汪小飞是不是胎里坏的男人 这一点我们也不是舆论记者 这情况的了解也不多 所以说也不能妄下定论 但是我可以结合 我在商界做咨询的过程当中 接触的一些人 说一下对所谓的胎里坏的 这种人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胎里坏这个概念 其实是不成立的 因为按照这个词的本意 说一个人出生时就开始坏 是天生的是无法改变的 这个不符合人性发展的规律 因为人是随着环境的改变 而不断改变的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如果改变了 他先偏的很多东西 无论是好还是坏 多多少少是会改变的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感觉 说在商界当中 很多胎里坏的人是无法改变的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大家有了时间成本的意识 比如说一个心地善良的少女 爱上了一个胎里坏的渣男 他本想用自己的圣母心 来感化这个渣男的 按说如果说他真的下定决心 赌上自己的青春 要感化这个渣男 那也是有一定成功几率的 但是现在时间就太长了 甚至可能就是自己的一生 那有可能三四十年过去了 女孩人生最好的时光都耗尽了 那这个男人真的有所改变了 这就等于这个女孩把一生最好的时光 全都耗费在渣男身上了 那从这个时间程度来讲 那这个渣男其实就是台里坏 因为这种伟大神圣的爱 肯定是不值得的 同样我们在经商的过程当中 也有人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很多老板都觉得 说自己的企业或者店铺 有一流的企业文化 同时经营管理制度又特别完善 所以说一个胎里坏的人来面试 那只要他有才能或者说能胜任 他就要留下来 不管他是不是台里坏 因为我们的规章制度可以改变他 但是如果是这种改变的时间过长的话 那公司的人力成本就太高了 是承受不了的 比如说他经过十年二十年终于改变了 其次这个改变台里坏员工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失败概率的问题 如果说胎里坏的人躲过了公司的管理规章制度 做出了特别大的损人利己 或者说损人不利己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也是企业或者店铺难以承受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 说胎里坏的人是不可改变的重要因素 当然我们这些干法跟这个儒家佛教的想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招闻到惜此可疑 一个人一旦有一天能改正 就是第二天死了 那也不是所谓的台里坏了 但是我们的商界内卷过于残酷了 理想归理想 现实归现实 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情 我们的商界都没在误会上去 忽罚是否幻思逸 通过是我们的商家佛教的